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踪第四天的退休裁判官谭合罕 星期日清晨被发现倒闭大水坑单车管附近一个草丛 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遗书 遗体已经移送库山脸房 星期二至办理刑事 死因要等解剖确定 还在查谭官这四天的行程经历 多谢大家的好爱 我们都很感动 希望大家坚强 上星期四凌晨四点 谭官穿着底衫短裤踢拖出门 离开沙田九套山家 走到山脚近进警员的鹿鹿下村 他不会这样装粗出门口 从来以我们从小到大都不会这样装粗出门口 大概六点钟就有屋邨的居民 就出门口放狗的时候 就见到有位疑似 按上限衣着的伯伯 就站在咪标道外站 同一早 银熙花圆天桥和马祥CCTV 拍到他沿双子桥走向马鞍山 但之后再没有CAM拍到 直至星期六 有人说在文化博物馆见到双齿身影 亲友和乙公找过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 谭官通过波仔一直有吃药 早前胃病要入院做手术 留意过ICU 十日后出院 他有青光眼但出门没有戴眼镜 也没有拿药 亲友说谭官有十几个兄弟姊妹 在木屋区长大 典型《狮子山精神》 发奉由基层做到裁判官 打滚超过40年 十几年前退休 审过张艾家的儿子的绑架案